新北市板橋亞東醫院 第一個由醫師組成的 亞東F4弦樂侍從奏 藉由著慶祝創院38週年慶的典禮 進行創團首演 帶來聲音優美的音律 祝賀一介大事 亞東醫院成立38年 從地區醫院升格為 新北市第一家醫學中心 占地從1.7萬坪 擴增到3.3萬坪 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 以及亞東醫院院長林芳玉等人 開啟了生日禮物 切蛋糕 慶賀醫院喜事 那麼我們醫院也同樣情形 在數字上 我們從1萬7千坪的老的醫院 到目前3萬3千坪 那麼以基金會的角度 來算這批帳的話 醫院還有很多的要進步的地方 就是這麼單純 這沒有什麼 你要生存 因為你旁邊還有其他的醫院 還要將來出來健身 所以我們今天雖然是38年的紀念日的話 要繼續努力 這一場慶祝亞東醫院成立38週年的活動上 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宣布科技時代 醫療也必須和科技接軌 由醫師研發結合廣達電腦的運算技術 設計了肺部X光醫療人工智慧AI 並且和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一同宣布 經過一年的研發後 將進入臨床的測試階段 他這個經過AI先filter一下 那麼重要的重病的輕的 那麼重的要請醫師再看一下 那麼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過程 那麼使得更普遍化 新的時代來臨 醫療不只有醫師的人心醫術 更能透過科技進行大數據的分析 叛讀疾病 幫助更多的患者以求找發現 找治療的功效 記者林立如吳志恒新北報導